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有些客户会问,不是独立站吗,怎么还用平台引流呢,这里说的是以品牌为核心,独立站和平台站相互结合,优势互补打造自己的品牌销售渠道,平台站的客户部分沉淀到独立站,平台站作用,前期可以充分利用平台低价的流量渠道,快速拉动销售额,有一定的用户积累,因为相对来说,平台站的引流成本低一些, 独立站作用,打造品牌,宣传品牌,沉淀数据,监控数据,从平台引流到独立站,平台的流量,通过客服引导,客户搜索关键词,发货带卡片,在营销列表等方式,把流量沉淀到独立站,四,其他方式引流邮件营销,具有价格低廉,传输迅速,高效灵活,无时间限制的优点,但是存在亦被称之为垃圾邮件, 推广效果不明显,受众有抗拒心理等问题,因此运用邮件营销,必须要注重邮件标题,主题落地化创意,发送频次,不宜过高等,利用各社交网络红人,红人具有权威度和可信度,能直接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口碑, 常见的网络红人平台包括,Planby,Celibit Search,Country Sources等,广告主们可根据自己的业务内容选择, 网盟,一种按营销效果付费的网络营销方式,其商家又称广告主,利用专业联盟营销机构,提供的网站联盟服务, 拓展其线上及线下业务,扩大销售空间和销售渠道,并按照营销实际效果,支付费用的新型网络营销模式,联盟营销有三点需要注意, A,自己的产品是否有足够高的利润去吸引联盟推广者币,了解和安装联盟推广计划费,完善产品的推广计划,并提交到联盟平台,看完各个引流渠道, 各位广告主们,是不是对独立在引流更加明确了呢? 其实市面上的引流渠道层出不穷,关键的要点是,根据业务实际规模,目标市场及目标受风定位, 对比不同渠道及平台,根据平台特性与营要点进行广告推广。